歡迎回到法大廣場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是傳電郵給我們 所以我身邊的嘉賓 仍然都是要財證券的分析員王維豪Wafi Wafi 你好 Wafi 這一節想和大家看看 港股半日拋空的數字 見到港股半日的成交有453億 股票拋空量有27億 拋空股份有357隻 當中佔最多的是安徽海螺水泥 見到佔空總額有6% 佔股份成交方面就接近4.3% 不如看看今天海螺的走勢 見到海螺方面升超過1% 升4毫半佈28.3 中國建財升3毫2 環潤水泥升3毫6 中財升9毫 金魚升3毫2 亞洲水泥升7毫 山水水泥升1毫 西部水泥升8毫 台泥升1毫3 天水水泥升了接近6% 升1毫6 見到海螺方面 拋空比重佔股份成交有4.3% 股份昨天跟回內房股 有消息炒作 亦炒起了上來 其實水泥股這一陣的聲勢 拋空數字又佔那麼多 是否大家覺得只是短線炒作 會很快回落 是的 如果說到整個上來板怎樣看 甚至個別海螺怎樣看 剛才Nicole說了一點 昨天除了整個內地市 也好或者港股也好 先不要論是什麼因素 都要一起推升上來 其實很多時候留意到這一點 當市稍為好的時候 一定水泥股率先會被炒起 一來就是資源類的板塊 二來都叫去年是比較熱炒的股份 大家到這一刻為止 都仍然對它有個流暖性在這裏 令到很多時候 當市比較好 都會知道資金是叫進入這些股份 令到這一股份 其實一升那一刻 其實是很急或者很快的 但是你說今天來講 有什麼因素 令到海螺佔回頭位的股控 當然第一點 可能叫炒作性 大家覺得不是太時久 甚至從前景上看 不斷強調 未知太過樂觀 但是那麼多隻上來股 偏偏的海螺比較高 我覺得可能從估值上看 始終海螺的估值來講 都較其他上來股為之高一點 雖然大家都覺得去到這一刻 小小的整個方法裏面比較貴的一隻 首先來講 先煎煎做定的股控動作 意味著後事來講 可能整個上來板 或者開樂來講 都會小小的整股 但是整個形態來講 整個勢來講 未至於去到去年那麼差 好 麻煩你 另外聽聽黎小姐的電話 黎小姐 你好 小姐 你好 我買了那隻992聯想 6.96買的 好 現價6.462 現在升了少數 我想怎樣補儲 是否先出火 好 就見到聯想公布了一份業績 好過市場預期的第三季業績來講 不少大行都唱好它 給它一個增值的評級 見到第三季就賺4億06千萬美元 增長按年有七成六 其實會否見到聯想業績好過預期 6.99買的話 可以再推高差價 可以上回家鄉 如果你是6.99多 我想都算是好幾年 都要給很久的時間買 但如果現在要怎樣做 我覺得今天來講 都承著業績比較漂亮 都可以升了不少上來 我覺得接下來 真的不用急於 這位置只是走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 如果從技術士會上看 其實拉回線去看三年圖 現在這一刻都要求10年3月份的高位6.44 我也可以先看這幾天 能夠承著業績比較好的因素下 可以突破這個位置 因為當突破到6.44 意味著破了頂之後 其實有條件繼續向上衝 但相反來說 當然到時候衝到什麼位置 到時候才要再判斷 始終摸到頂的時候 其實這一刻大家都不知道 但相反來說 如果接下來這兩天 可能都叫做今天成接有個好業績因素推動 但當炒一下炒一下 這個業績的因素炒完了 或者見到股價未能夠突破6.44 而稍微有一點點回落的話 我反而建議可以先看一條二天線 借近6元這邊位 因為我覺得6元這邊位 才考慮到出貨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 雖然你說6元和現在6.44 都相差4毫子好像比較多的水位 但我只要這樣看回 你6.9號多渣的 不渣都渣了那麼久的話 再加上來說 其實一成計算 差不多到6元這邊位才做指示 我覺得不是太過差的做法 所以我可以先看 接下來有沒有機會突破6.44 有的繼續上網 我覺得上網的空間 如果突破得到 其實某場上可以看賣入價 甚至再高一些水位都可以 因為始終自己對聯想的前景上 都依然是看過有樂觀 甚至乎來說 都覺得他們的銷售策略做得不錯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黎小姐 有沒有機會回家鄉 今天破了頂的話 股價是否會再上 對呀 剛才也說到 如果短期裏面 能夠承住這個好優勢 即是叫好業績帶動底下 破得到6.44的高位之後 其實我常常再上網空間 我覺得真的有機會回家鄉 因為如果是6.44再上網 當然水平計 就不知道什麼位置 但如果再算上去 一些叫齊頭位也好 或者叫心理關口也好 6.44突破得到 當然短線看回6.5 但我覺得這些欠幾格的時候 其實指標性不是太大 所以6.5應該都理論上可以突破得到 所以突破得到的時候 其實在上網空間 可能可以回到大概7元 那些位置 所以正直來講 挨近回內密價 所以我覺得去到這些位置 如果都見到等了那麼久 手頭上都覺得 可能持貨不是太舒服 不如可以在這位置 6.9元多或7元這邊位 先行去走轉 那套現分資金出來 再考慮其他股份都可以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黎小姐 拜拜 好 多謝你電話 拜拜 剛才我們解答家庭觀眾問題之前 就說半日拋溫的數字 我們繼續看看 剛才就說到 914安徽海拿水泥 今天半日來講是佔最多的 然後排第二位的 就是A50中國基金 佔股份成交方面 一乘一 見到今天A50中國基金方面 暫時來講 暴升跌在11.72元 其實近來走勢上都比較燥 昨天更加是 十大最活躍港股之首 是否大家都開始 資金重新再進入這隻股份 如果是223方面 近期都成為一個炒作的熱話 當然不斷成交也是 甚至沽空也是 其實你說怎樣看 正正來說都好像配合上一隻 跟內地時有少掛勾性 始終不斷都這樣講 223 A50看的 都是看內地股市A股怎樣走 上一次都講到 A股方面 整體形勢上不是太過差 仍然都是比較樂觀的 甚至覺得後市仍然有機會向上衝 只不過來說 近期都是在高位上衝完上來之後 未來要等的 當然要等的 其實是好消息才能夠上衝 短期內都沒有的時候 都意味著做個試 在現水平計 都比較反覆一些 或者整固花一段時間 雖然現在來說 223 A50的走勢 亦都出現了 在高位上少少整固的意味 雖然後市來說 究竟是升冷跌 當然剛才說的 關乎內地股市 但我只是這樣覺得 如果只從223 A50的走勢看的話 其實整個勢頭都不是太過差 反而來說 我覺得如果10天線繼續咬得住的話 即近11.5這位置繼續咬得住的話 其實慢慢來說 我會把下一個目標 看回大約12.2這邊位 亦都是去年11月初的高位左右 所以我覺得 剛剛應該短線 乘著這個勢 仍然是比較偏好的下 其實我覺得短線有機會挑戰12.2 未至於對它的看法太過負面 好 麻煩你 另外看到和王方面 都是排第3位 和王今天的走勢跌2毫 最新報76.75 就見到 今天拋空數字來說 佔股份成交有2成1 其實大家都看到 今天長和系 早上的時間 跌勢亦都比較急 下午回來 就見到那個跌勢 稍為喘定 其實大家都說 和王是一隻 藍籌股之中 比較落後些的股份 其實要拆落後的話 和王又行不行呢 其實這一陣 整個市抽了這麼多上來 即將近3000點回到來 沒錯 3000點裡面 各月每一隻藍籌股 都有個升幅出現了 也是一陣一陣的升幅 但相對都依然有少少少 或者有個別記者 相對比較落後些 當中來說 長壞當然其中一系列 不論長壽好 和王都好 其實相對走得比較 差少少 或者落後少少 雖然某場所追落後的話 你會見到近期 其實和王升勢 反而偏強少少 當然 再加上 個別本身上 有些利好消息帶動 甚至說的就是收購等等的消息 三澳地利方面收購 三澳地利方面收購 三澳地利方面的消息 主要是這方面的收購 或者業務上看得是否好 當然自己不斷強調 就是在和王的前景上 看得比較樂觀 相對挺好的 因為現階段看 都會覺得歐洲方面的問題 其實由去年下半年開始 特別年底開始 管理層出來講 其實給大家看一些數字 其實歐債方面 對他自己和王方面 不是太大構成負面因素的話 都不意味著 只要當歐債慢慢收入 都會解決的話 其實和王是有條件 是繼續向上衝 所以整體來說 我會對和王的股價走勢 比較樂觀 或者看得比較好 我覺得剛才之前都講過 當突破75元的邊位的時候 其實上網可以看80元 只不過近期來說 稍為急成一輪 在這些76至78區間 反覆後悔著 而現在是那點 你守住10天線75元的話 我暫時來說 後市依然是80元 好的 謝謝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回Wafi 剛才講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些有持有 沒有的 好,謝謝 稍後回來 仍然是發達廣場的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我下一次回來再和大家見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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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